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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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 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比较哦 今天的主题是 全支付搭配配配 在日本最高18%回馈攻略来咯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号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日本的消费 最高18%回馈要怎么取得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于日本的跨境支付 就是在日本当地使用配配的游戏规则 应该已经蛮了解 因为它从去年10月上线以来 首先是接口 后来是玉山wallet 然后现在是全支付 其实他们全面上线之后 你去日本只要有这三个电子支付 然后你有开通所谓的日本通路支付的话 其实都可以用台湾的银行账户 然后绑定来做支付 其实是回馈蛮好的 它比信用卡的刷卡回馈还要高 每一个季度他们银行 跟电子支付业者 他们就会更新活动权益 目前回馈最高的 在2024年的第三季 就是7月到9月这段时间 如果你要去日本玩的话 请你一定要收听这一集 因为这一集对你来说就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对于我来讲 刷卡8.5%回馈很好 但是如果可以先拿18%回馈 你为什么不拿呢 所以我就会特别的希望 就是这个优惠要让大家知道 那先来讲讲这个PayPay到底是什么 PayPay在日本已经有超过500万个通路可以做支付了 小至一般的个人商店 大到百货公司 其实都可以使用PayPay 你只要看到PayPay的贴纸 然后在他们的比如说便利超商 或者是一般他们个人的店家外面 你就可以跟他讲说PayPay 然后你就出示你的QR Code 让他扫 或者是扫他的QR Code来付钱 其实就可以了 那目前全支付他的回馈多少呢 来跟大家讲 最高18%有两个组成 一个是基本的10%回馈 另外一个是银行加码的8%回馈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基本的10%回馈 这基本10%回馈呢 有这个跨境线上的组活动 有7%回馈 那单笔上限是60点的全点 那每个人每一个月最高可以拿300全点 那回退一下呢 你这个60除以7% 大概就是每一笔消费 在857元台币以内都可以拿到7% 那你可以拿几次呢 拿5次 所以也就是说 你在日本的消费 大概4285元左右 都可以拿到基本的7%回馈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跨境支付 因为他只接受账户付款 没有办法绑定信用卡的部分 就是只有预算我里才有 那在全支付的部分 就是绑定你在台湾的银行账户 比如说国内是玩银行 或者是什么台信银行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省掉 1.5%的交易手续费 所以这是第二个省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他有针对银行账户付款 有给1.5%的回馈 所以这样加起来是不是 7%加1.5加1.5 就是有10%回馈的部分 但中间就是有1.5%的手续费 是不用付的 所以他把它算进去 所以最高这是10%的回馈 那如果你刷超过 4285元台币的话 那就只剩下这个1.5加1.5 也就是3%的回馈 那再来就是这个8%的加码 这是国泰世华的加码 它是活动期间是 7月1号到9月30号 那么你用国泰世华的账户 来连接全支付 在跨境的时候 有加码的这个8%回馈 它的回馈呢 是每一个月 7月份8月份9月份 都可以拿到150全点 所以你除以8% 算起来就是刷1875元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 加码的这个8%回馈 所以我们来搭配一下 前面讲的10%回馈活动 就最高有18% 但因为它的各活动上限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呢 你每一笔消费呢 基本上就是要控制在 857元的新台币 那你才能够拿到18%回馈 也就是说这个850基 除以0.2 因为现在汇率大概0.2 算出来是4285日币左右 都可以拿到18%回馈 那这个总回馈上限 你也是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 这个最主要的活动内容 就是你要拿到18%的话呢 每一笔消费 4285日币以内 通通都有 那它会扣的话呢 是扣你国泰市华 账上的台币金额 那它的汇率呢 是以华泰银行 他们所公告的 每日汇率来做这个 折算的部分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你有兴趣 你可以上过网去看 或者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其实我都有把这资讯讲得 非常的简单跟明了 那现在如果你要上车的话 你可以拿到什么呢 最多呢 就是有100元的回馈 这100元的回馈就是 你只要跟团上车 或者你直接从官网上车 那么完成会员注册之后 使用全支付 完成手笔的消费 不限金额跟通路 就可以拿到50全点 那50全点就可以当作是 50元的这个 下一期账单直接底掉 这是还蛮好用的 它不会过期 那另外一个 是我送你的50点 宝可梦麻吉积分 这50点宝可梦麻吉积分 很容易去拿到 你只要就是 有去做消费 不限金额之后呢 你就截图来 我们的系统回报 那我们就送你50积分 这50积分呢 你就可以1比1来兑换小7 或是全家50元 那你就可以再拿去花掉了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不困难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呢 因为他的亲友推荐活动 就是我只有一个人拿50 就是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拿呢 因为通常银行如果 就举办活动只给50 我基本上是不会办活动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好累 对不对 我自己都没赚 然后呢 东西给大家之后呢 我还要被扣这个20% 到30%的这个 这个综合所得税的税率 我就觉得 我干嘛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 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有中了这个 全支付搭配 玉山银行的信用卡 来缴税的活动 我中了5万全点 这5万全点呢 我也先支付10% 就是5000块的现金 我已经转给全支付了 所以我在8月30号左右 就可以拿到这5万全点 这5万全点呢 就可以在我下一笔交费 就可以直接抵掉 但我觉得最划算的做法 就是把它等到 明年有中所税活动的时候 再把它缴掉 这样呢 就等于是 不用去缴掉这个 中所税的钱 因为反正你来缴税费 本来就不会有回馈 所以这个呢 是我打算这样做的部分 那因为我有赚到 这5万的回馈 所以我决定就是 回馈所有的粉丝 因此我才举办这个活动 你只要5月1号起上车的人呢 你都可以回报领奖 那么我确认你的资格 我就直接给你这个50点的 包括木槿基击分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参加活动 除此之外呢 我把这5万的这个收入呢 提拨1万块 放进去我们的 梦幻一瓶奖金赛 那目前的总奖金金额 应该是接近10万元了 那在年底之前 还有半点左右的时间嘛 其实我们的奖金会越来越多 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 就是想办法累积最多的几分 然后拿到第一名 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奖励 是20万元好了 那第一名可以拿到51% 你就可以拿到10万块 那这10万块的 Apple的这个商品卡 你就可以拿去买什么 Vision Pro Vision Pro的话呢 就是要3000美金嘛 大概就10万块台币 你就可以用这个把它买走 对啊 就是免费多了一个 就是垃圾玩具不是很好吗 没有啦 你要换MacBook Pro 或者是你要拿来换这个 iPad平板 或者是两只手机 其实我觉得也很划算 所以建议大家呢 就是努力的参加活动 然后累积最多的积分 抢第一名 那第二名以后呢 就是所有的人 依你累积的积分比例 来评分剩余的49%的奖金 那我就会用现金 汇到你的户头 其实这个也感觉也不错 等于是本团所有的活动 每一个人都可以雨露均沾 那大家呢 就可以就是拿到的这个钱 就当中是小钱母 然后就可以继续的 就是放在自己的帐上 然后赚越多钱 然后呢 就是尽快的达到这个 财富自由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 很善良的金钱循环 所以我愿意做这个活动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一起上车 好 我们本团的推荐码是 00EATEUH 如果你很难写的话呢 你可以点下面的连结 直接上车最快 就不需要再去那边输入 有的没的 艾克的输入错误 这样子 很可惜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全支付 2024年第三季 在日本消费 给予最高18%回馈的攻略 提供给你参考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 就是到粉丝也许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就见 拜拜